大家好,我是小神,对于喜欢街头健身的人来说,有一个动作,始终是应该学会的,无论你曾经学会,还是现在还在学,自由道理的教程写过很多篇,包括靠强道理,如何开始练自由道理,自由道理称等教程,私信回复关键字,道理教程,可或是往期道理相关文章, 本文针对已经能做二三十秒自由道理,提高稳定性的爱好者,分享增加道理稳定性的方法,也是我个人目前在用的方法,觉得有效,就分享给大家,方法一,动腿,动腿,指的是当你做到道理的时候,通过主动晃动双腿,在晃动的情况下保持身体平衡, 比如腿部不断分开,合上,或者前后摆动的动腿动作,这种动腿保持平衡的练习方法,能让你感受到道理空腰的感觉,在你以后定道理的时候,身体出现晃动,你才能有意识通过空腰,来维持道理的平衡,方法二,单双杠, 我们除了要在平地上练习自由道理外,还要尝试在不同的接触物上面做道理练习,而单双杠,就是最好的选择,在平地上道理,我们通过按压手指来保持平衡,在双杠上,我们通过手腕的前后按压保持平衡, 在单杠上道理,个人感觉非常难,也是通过手腕前后拧单杠,来保持,新手不要去公园的双杠练习,卖个上涂脑中来双杠,或者额挺架,在室内练习,安全最重要,你也可以通过一个手放在平地上,另一个手按在瑜伽边上,形成高低手,来做道理练习,多尝试在不同的物体上道理, 再次回到稳定的平地上道理,你会发现平地上道理要简单很多,方法三,闭眼,起跳从道理后,闭上眼睛,尽可能就保持平衡,这种闭眼练习的方法,能增强你的本体感受,你可以感受到双脚在空中的位置,可以感受到核心绷紧,是对平衡的控制,非常美妙,可以尝试下,闭上眼睛走路, 有时候会有一种能感受到身体空间的感觉,我们需要动用身体的其他功能,听觉,嗅觉,身体末端的感受,来感受我们之前用眼睛所看到的一切,刚开始一眼倒立,会非常不适应, 可能一闭眼,立马就会掉下来,多尝试,等你闭眼能坚持十来秒,你会发现,睁开眼睛倒立,瞬间稳定了很多,闭眼练习需要注意的两点,一刚开始练习,要靠着墙练习,防止后到来不及做出防摔的动作,二先睁眼起跳从道理后,稳定了再闭眼控制, 方法三的闭眼练习,是个人感觉在室内练习,最容易出效果的方法,方法四,倒立走,倒立走跟自由倒立是相辅相成的, 倒立走的时候,手部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,身体也跟着晃动,其实上市集合了方法一根方法二的所有优点, 练习倒立走最好在球场上,有草地保护,心里会感觉到安全一点,同时也能保护双手, 假如你能找到有草地的球场,那么,夺出练习倒立走,你自由倒立的稳定性会增加不少, 方法五,靠墙倒立,这个方法就很奇怪了,我们练自由倒立,刚开始不都是从靠墙倒立练的吗? 怎么又回去练靠墙倒立了?我们在做自由倒立的时候,撑了一段时间,会发现手会一直在抖, 问题就在于,耐力不足,假如你的靠墙倒立只能坚持60秒,那么,你的自由倒立, 最好成绩估计也就在30秒左右,所以,如果我们想增加自由倒立的时间,就需要靠墙倒立练耐力, 很多知迷恋倒立的健身者,靠墙倒立的时间都在3到4分钟左右,那我们就定个小目标, 把靠墙倒立练到120秒,再返回平地做自由倒立,看看会不会稳定一点。 总结,以上就是增加自由倒立稳定性,常见的五种方法。 在你倒立姿势做对的前提下,多练这几种方法,倒立稳定性才能不断加强。 这期的增加自由倒立稳定性的教程,就分享到这了。 欢迎各位老铁的关注、评论和转发,这里是小神之路,我们下期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